主料,猪腰则500克,青椒1个,主料,盐2克,糖2克,料酒,淀粉,蚝油,胡椒粉,姜,蒜,鸡精,麻油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猪腰则,去烧鸡,切腰花,用清水浸泡2个钟头,青椒洗净切条,腰片滤干水分,用盐,料酒,淀粉搅拌均匀,锅里放适量水煮开, 放下腰片超制腰片软色,老体,把腰片放入冷水,浸泡带用,取一碗,放入适量清水,放盐,料酒,淀粉,蚝油,胡椒粉,鸡精,调成调制,锅里油热,放入姜末,蒜末爆香,放下青椒煸炒,带青椒稍微有些软色,放入腰块煸炒,倒入调制瓜炒,带汁炒,即可盛出, 连上滑油就OK了,烹饪技巧,浸泡猪腰,用手不停的挤压几次,则容易去骚味,或者用些醋浸奥也容易去骚味,焯好水,马上浸在冷水里,猪腰非常嫩,炒腰块的时间要掌握好,时间不能长,血脂偏高者,胆不纯高者即时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